介紹的是Google翻譯 手機上如果冠上Google翻譯 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現在如果各位出國去 真的你不會內國的語言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Google翻譯可以幫你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英文中文 有時候預設可能它有一個語言 通常外語 我們通常會放左邊 然後翻成中文繁體的 那我們就把中文繁體放右邊 這是一個習慣 就是說你希望它翻成什麼樣子 就這樣子弄 但是這邊只有英文可以嗎 不只喔 你點一下這上面的英文的字樣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相當多的語言 我看我沒有仔細數過 超過50個以上 甚至可能快到100個都有 你看隨便拿一個馬來文 什麼高棉文 素物文 哇 捷克文 一大堆 都有 所以你要的 甚至泰文 你看 至少常看到的 泰文 對我們比較熟悉的 還有甚至日文 俄文什麼都有 都很多 都很多 可以嗎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預設停在英文好了 那英文有什麼好處呢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今天是到了英語 英語系的國家 你走在路上 哇糟糕 我想 我想要跟人家講話 我想要找火車站怎麼走 可是 英文 糟糕英文怎麼講 火車站怎麼走 怎麼講 糟糕 忘記了 沒關係 別擔心 你碰到一個外國人 然後 你就拿著手機過去之後 啟動這個 對話 火車站怎麼走 一般來講 我先講一下 一般他會自己去偵測你的語言 是英文還是中文 可是你看像這個地方 他就偵測錯了 偵測錯沒關係 我們重來 我們點中文再來講 點下去 請問火車站怎麼走 各位有沒有聽到我的那個手機有在講話 我只要講完中文 它上面就翻成英文的同時 會發音出來 可以嗎 來我再做一次 點中文 然後可以開始講話 講完話之後 然後 如果他沒有自動熄掉 你可以稍微等個一兩秒鐘 他偵測你不講話了 他自然會翻成英文 但是 如果他一直在閃爍 幾種可能 一種有可能的網路現在目前不太好 一定要網路要夠好 OK 所以來 我這邊就 如果還在閃爍你 你過了一兩秒 他還沒有停掉 還在聽你講話 你把那個 那個語言關掉 就是你的中文 關掉 說不定他這時候 剛才聽的話 其實他有接收進去 有可能就跑出來 但是也有可能會跑不出來 那可能是網路的問題 因為這些 他大多數都是上網 去找這些你講的話 怎麼翻成外語 我再講一次 來這裡 請問麥當勞怎麼去 我這邊就有聲音了 我再放大聲一點 或者是當然我再換一個 請問我要到博物館 要搭什麼公車去 Excuse me What bus do I have to go to the museum OK 就直接幫你翻譯出來 這個語言這樣講 外國人是不是就聽得懂 OK 那假設呢 今天真的是外國人要講 你又怕他講的東西 我聽不懂 沒關係 這時候外文 他講英文的嘛 比如說 隨便我隨便講 You can take bus line 308 您可以乘坐308路公交車 OK 這樣你就聽得懂了對不對 OK 可以嗎 所以現在就算在台灣 真的走在路上看到外國人 你可以大膽的走過去 那你就可以講 那個當然你可以很簡單的英文嘛 May I help you 我可以幫助你嗎 他說 他可能真的有疑問在問的時候 趕快 他要問問題的時候 按英文給他講 講完之後 你就會聽到中文的聲音 接下來換你講 你點中文講 英文翻譯 他就聽得懂 可以嗎 來 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